全世界第二大這個甲米會白 到一個所謂是 向上來曝散 有哪兒給這個甲米會白 這個事情要怎麼做管理 今天會時來表示 因為你轉化要來時間 所以現在比較輕輕 說明大跟客戶的出産 真正分離關於這個 在做出生Case的昂聖信 因為對網路和甲米出産 伺調是很少手 之前選到的資金 放在人家說是 一陣燒所謂出産的FTX 北台 想不到這個北台所向向透散 他放在裡面 十百萬的美金 沒辦法拿到回來 要不知道 國民黨地口基礎FTX 破散是非議會白駕的 入閩在身邊 會申請連鎖效應 在臺灣粗暴股價 也有幾十萬的受害者 順序差不多是一百五十億的台票 不過FTX在臺灣並沒有主公司 是在金管費鑑控措施以外 不然是海者只能夠做出救回 請律師打海外訴訟 並且同會發展協會建議 我們還願意購入日本 拿出律師鑑管的措施 尤其比方說資產分離這方面 特別要去 特別要去注意他 尤其目前臺灣對加密會白 只能有設置控制規範 金管費說 未來的對國風險的島主 提出色度減少的立冠 請求大眾情報 請求大眾情報